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的這個影片我們有兩顆蘭花要看 這兩顆呢都叫做Germaine Vincent 是一個靜緣生種 那它的母本跟副本分別是Violecia indigo 然後副本呢是Speciosa 就是所謂的美沙蝴蝶蘭 我這個蘭花一共有兩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比較大顆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看比較小顆的 然後最後呢 因為他們同時的開花週期有一些重疊 所以我有放了他們就是 Side by side的一個比較 讓你們能夠看到就是說他們兩顆的差別 因為呢這兩顆都是種子培育出來的 所以在這種種子培育出來的情況 而非組織培養出來的 就不會百分之百跟 跟他組織培養出來的那個花形 跟花的呈現是百分百一樣 所以種子培育出來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些許差異 那在今天的這兩顆蘭花呢 就很明顯能夠看到他差異 那我等一下到那個部分啊 再跟你們 提醒到底他差異在哪裡 也許在我說之前你就已經看得出來 那這兩顆蘭花呢 都有很濃郁的香味 主要呢 還是 Violecia的味道比較多一點 因為Speciosa或者是Tetraspes 他們的那種香味比較粉 但是我發現這顆的香味呢 還是偏辣一點 辣甜辣甜的 所以是比較承襲了 Violecia的香味 那一樣呢 是有敘化性 也就是說啊這花梗其實在他還沒有自動枯黃之前呢 是會 有機會往前繼續延伸繼續長的 然後在下一次的開花周期呢 再繼續給你來 就是開花 那也有可能從他的這個花梗上面的這些節點上面 長出次花梗 那這邊呢 他一次是先來三朵花 然後 你可以看到他的花梗啊 還有在長另外一顆花寶 這個 當下這顆蘭花呢 他 就是 長得還算OK 但是他的葉子呢 我不是很滿意 因為 他的葉子的數量啊 有點偏少 因為這顆我也養了 四五年至少了 所以呢 照理講 這一顆蘭花在完全 就是 有達到 各方面 養護條件 都有達到 標準的情況呢 照理講他應該至少 要有 四片五片葉子 但是他現在只有三片 表示他 在養份上面 或者是可能我重新要把他出盆 重新再種一次喔 才能讓他就是在 長得更好一些 那這是另外一個影片片段 那 他你可以發現喔 這顆蘭花他的這個 顏色呢 其實蠻 接近 Violecia Indigo 那種 螢光蝴蝶藍的特色 就是他 其實整朵花看似 好像是同一個顏色 但是你注意看 他其實他的中心 還有他右上 左上 兩個花瓣 的那顏色呢 會稍微淡一點點 所以這是 螢光蝴蝶藍 他比較 就是 Violecia 他比較 會出現的特徵 特別是在 Indigo 這個 這個品項 的Violecia 裡面是蠻容易出現的 那這邊 我 目前呢 在 種植的這個杯子呢 他是一個 的介質伴水根 就是說他的排水孔在側邊 那底部會有一個小小的蓄水池 感覺上這顆蘭花對這樣子的種植方式算可以接受 但不是特別喜歡 所以這是我在猜測他這顆蘭花為什麼沒有長太多葉子 沒有讓我覺得繼續 繼續蓬勃發展的原因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另外一顆呢是 比較小一點的 所以等一下你會看他的杯子容器 也是比剛剛看到那個還要再小一些 但是這顆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反而花梗是比較多長比較多的花梗 那 這一顆呢當時我會把他放比較小的容器裡面是因為他的根系沒有 另外一顆來的多 來的大 所以我還是決定呢 把它種到比較小的杯子裡面去 等到他根系夠了 我再把它移到 稍微大一點的容器裡面 現在他的這個容器是 應該是8盎司而已喔 就小小的一杯 那我接下來呢可能會把它 換到10到12盎司的這種塑膠杯裡面去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顆比較小開出來的花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先停個幾秒鐘讓你們 觀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夠跟剛剛開的那一株 花朵上有沒有感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呢如果你跟我頻道一段時間 這一顆蘭花跟剛剛另外一顆蘭花其實在 我頻道裡面也講過了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以前頻道你一定早就已經知道他的差別在哪裡 那 這邊呢 我也就不多賣關子了 這顆蘭花呀他的唇上面呢 比較承襲了 Speciosa的那個毛毛唇的部分 就他的唇上面有一些細毛 之外呢 你看他的右上左上的兩個花瓣 他其實的周圍是有 白邊的 另外剛剛的那一顆比較大的呢是沒有 所以等一下你在做看到就是他們互相放在一起 比較的影片或是照片你就會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邊就像我剛剛說的喔 他是在一個更小的容器裡面因為當時根系沒有很多 那我裡面這個容器呢我一樣是用內外被交疊的方式喔 來讓他 就是在 傳統種植方式跟這個介質拌水培這兩個方式的應用上面來做 替換 有時候呢我會斟酌讓他底部有一些水 那有時候呢我不要讓他有水 所以就是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那這邊呢就是一個 他們放在一起的比較 你們很明顯的就能夠看出來 他們的開花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兩顆花他的唇 的部分一個有毛毛的一個沒有 然後另外呢 比較大的那顆就是右邊這個他整個花的顏色 分布的比較飽和比較均勻 左邊的這一顆呢就是明顯的他有白邊 左上右上的兩片花瓣上面是有白邊的 不過呢 這兩顆啊其實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種品項的呈現 我比較希望能夠有的是 他能夠有白色跟 桃紅色的這種 顏色的這種 隨機分布 就是承襲 那種 那種 Tetraspes那種顏色隨機分布 而不是 這麼的 一致的顏色喔 因為當時購買的時候照片上啊 他是 給我們看到的那一張 但是因為種子培育 所以 開花出來等到開一講開花的時候呢 你才會知道你拿到的這個種子培育出來的 蘭花到底他的 要呈現的花 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也就是種子培育蘭花上面的一個好玩的地方 但有時候就是 會有失望的機會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 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你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